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节目由 顶级合作伙伴 全球众多营养专家 一致推荐的营养好油 金龙鱼1比1比1 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 早晚两包健康 轻松治疗紧直病的 健康颗粒 特约播出 大家好 我是胖胖 您在收看我们中 同时可以关注 影视养生会的官方 微博 微信 抖音 知乎 更多养生干货 等着你哦 那今天我们就来 好好聊一聊 这酒到底该怎么喝 到底该不该喝 让我们请出来一次于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感染科陈小辈教授 有请 欢迎 欢迎 欢迎陈老师 来 这儿请坐 您请坐 一次醉酒竟然损伤这么多器官 睡前饮酒真能帮助睡眠 想喝酒又怕伤身 安全饮酒量 你记住了吗 喝酒前后吃啥才靠谱 喝酒喝到吐 出现这些反应 请赶紧就医 更多的饮酒须知 让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科普 好 陈教授 我们都知道 著名的诗仙李白 有很多 快智人口的诗句 据说都是在 喝酒之后唱作出来的 对 正所谓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今尊 空对于 是吧 诗仙 酒仙 那对他来说呢 我们网间传闻 是不是因为喝酒 喝多了之后 也许可能会对 此次对于后代 有些影响 对 因为喝酒以后 会损伤很全身的 很多的这种脏器 包括损伤到 男性的这种生殖细胞 金子 所以长期大量地喝酒以后 会让金子的质量下降 所以它的后代 有问题 那是不奇怪的事 是让金子的活力 还是说让金子的数量 可是质量都有 这个应该是都有 这个是有大数据统计过的 这个绝对是有的 有大数据的 对 所以还是要小心点 这个一口酒下去 可以伤到全身的 多个脏器 多个系统 那么最最常见的 我们说的 酒精性肝损害 是吧 那么可以不光导致 酒精性肝炎 肝浅维化 肝硬化 就是我们常说的 肝肤水 甚至的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比方说 可以导致我们说的 急性一线炎 这个是有的 然后这个 比方说这个 喝多了酒 胃出血 胃快阳 大出血 这个也有吧 老师 老师 来 咱们稍微慢一点点 可能很多观众会觉得 我胃有点什么 发炎啊 不舒服啊 恶心啊 是正常的 那一线 刚才您讲到了 大量急剧性的饮酒之后 会得急性的一线炎 但是据我了解 好像一线炎 是非常非常危重的一个病 对吗 对的 您能具体地跟我们聊聊 每一个他喝多了 会怎么样吗 就是说急性的饮酒以后 会导致一个这种 急性的一线炎的爆发 那么这个一线炎的话呢 在以前是很 危重的一个疾病 致命的 致命的 是可以死人的 然后你这种 如果突然爆发 当然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手段 有这种 移霉治剂啊 这种一些治疗 是可以救命 但是你如果反反复复 就会导致一个 慢性的一线炎 这种长期的一线的 这种炎症 最后可以导致一线癌 刚刚讲了一线 讲了肝 那讲讲胃 胃 对 它可以直接刺激 这个胃粘膜 然后出现这种 大量的这个胃出血 有的人甚至大出血 最后还把那个胃切了 有吧 是不是 对 是那种 包括像那种胃溃疡 它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这个消化系统 一口酒叫起消化系统 对 然后呢还可以 这个到我们的 你像男性的乳房发育 男性的乳房发育 为什么你会提到 是男性的乳房发育呢 喝酒了以后 时间长了 形成肝硬化 肝硬化了以后 体内的雌激素的水平 它的灭活的水平 会下降 因为正常的这种男性 它应该是 这个雄激素的更高 雌激素低 但是它这个 因为肝脏 对雌激素的灭活减弱 所以雌激素水平就高起来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有女性的这种性征出来 乳房就会发育 您的意思是 以后不需要去健身房 练胸肌了是吗 那不是胸肌 这个胡是胸肌 但是它可能会引起 局部的这个 女性化的特征 对吧 对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 然后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脏器的问题 脑子 脑子 对 对 说得非常好 主持人 这个引起这个 比方说记忆力 这种下降 包括反应 迟钝 包括喝酒了以后 过了两天 为什么我们要 这个开车要进酒呢 就是因为它会影响 我们的反应 这样容易判断 有的时候 0.1秒 0.2秒的判断 是非常重要的 至关重要的 所以你万一要是喝了酒 就会很容易出事 我看到您这给的 这个图表当中 竟然还有伤害骨壳的 对 对骨头会有什么影响吗 因为大量的酒精 这个喝进去以后呢 它会导致钙的流失 那么就是骨质疏松了 不是说常喝碳酸饮料 才也许会引起这个骨质疏松 然后酒也是这样 酒也是的 所以长期喝酒的人 它容易骨质疏松 所以这种也是需要去补钙呀 晒晒太阳呀 这样子 喝牛奶呀 这样 好像长期喝酒 对血压也会有影响 对吧 容易形成高血压 酒精容易形成高血压 那这个喝酒的人 他这个一喝 有的时候 越高兴 血压容易高 这个也有 所以也是要注意的 所以说除了 对这些脏气会有影响之外 我们经常听的更多的 就是说酒精容易导致酒精干啊 最后可能会变成肝癌呀 对对 他可能会喝一些劣质酒 棉价酒 那么这些劣质酒 可能里面有一些致癌物 是的 是为什么就是长期喝酒的人 他这个会比一般人 更容易打酸 除了体型之外 酒精它导致肌肉的松弛 这个口腔嘛 这个肌肉的松弛 松弛了那个舌根后坠 挡住了我们的呼吸道 对 所以说到底 这个睡前喝酒 哪怕是小啄一口 是吧 它是不是会对于 这个睡眠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呢 这个酒精来讲 不太不太推荐 不太推荐用酒精来助眠 不推荐 喝点牛奶挺好的 对 然后那这个还有一点 就是喝酒这件事情 有些人它可能容易上脸 有些人它可能不上脸 对 是吧 有些人容易脸红 有些人感觉到 好像我从它的脸色 就判断出来 它是不是很能喝 对 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 有 我们是平常这种酒精的分解的时候呢 它是有两个酶 第一个叫乙醇 乙醇脱青酶 第二个叫乙醇脱青酶 那么第一 就喝酒红脸的人呢 他是有第一个酶 没有第二个酶 所以它的酒精分解到一半 就是到乙醇这个地方 就在肝脏里头 然后靠肝脏慢慢慢慢地把它排泄 所以它的那个就会红脸 这是第一种喝酒脸红的人 对 然后第二种就是 我们经常说有酒露子的人 听说过没有 一边喝酒一边出汗 然后经常出很多的汗 我们说它有酒露子 这种人很幸运 它是两种酶都有 都有是吧 对 它两种酶都有 所以它能够把它代谢掉 它就是因为在代谢的过程中间产热 所以就会出汗 大汗泥泥 一边喝酒一边代谢 俗称谦卑不醉 是这种 这种酶 有没有可能像补充医生菌一样 是 用卫生什么食物来补充一点 有吗 目前没有 还没有发生出来 有人说我可不可以练 对 我练习一下 我今天每天喝一点点练习 但是其实每个人的体内的这种 酶的水平是差不多的 相对肚定的 所以不会说是你越练越大的 但是的确有一些人你发现没有 包括我们有些朋友 刚开始年轻的时候不太能喝 每喝一回避醉 但是到后面慢慢慢慢 他能喝了 他特别能喝了到现在 有这种人 但这种人他其实是锻炼的是 这种中枢神经系统 对酒精的这种敏感性 越来越低了 越来越不敏感了 越来越不敏感 越来越耐受了 或者说是叫耐受了 所以这种人呢 你有感觉他谦卑不醉 但是呢 这种人他是靠那个什么呢 他是靠体液来稀释 他是两种酶都没有 反正有两种煤压身的 基本上是属于有酒路子的 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对对 有酒路子不一样 当然了我们不是提倡大家喝酒 但是可能大家也想知道 自己到底是不是有酒量 自己的酒量 是不是真的可以列出来呢 别急 待会儿告诉你 这个歌手赵船 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 对 我很愁 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 是吧 虽然音乐我唱得不那么好听 但今天酒来到现场 涉及到平常大家 在喝酒过程当中 这个酒量 一直是大家比较在意的 我到底能不能够练出来 是吧 这个酒量到底 怎么来衡量 我每天的安全饮酒量 到底是多少呢 您给我们说一下 一般来讲的话 每天喝的酒 有一个安全度 在这个安全的刻度以下 一个星期一到两次 是没问题的 那么是多少了 我们来倒一下 好吧 好 可以 首先我们来看看红酒 胖胖喜欢喝红酒对不对 150毫升 睡觉之前喝吗 睡觉之前 做梦吗 来来来 你倒吗 好 谢谢 你说好就好 好 我说好 慢慢来 还可以倒 反正还超过什么 怎么样 我这个宝宝不错吧 好 不错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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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不多这种杯子半杯 就这样半杯 半杯 又是在醒酒吗 对 大概就是这样一般的 这种高脚红酒杯 一半的样子 就这种高脚红酒杯 一半的样子 好 刚才说的是红酒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白酒 对 好 白酒的量 是您给的是每天的量 还是 这个是一次35毫升 一个星期一到两次 一次35毫升就一周最多70毫升 对 一周最多70毫升 给我们一次的量 好 这这么点 这还没打湿嘴 来 人家喝酒的人来了 知道 要是那种小酒杯 那种很小的 这种几钱吗 我不知道多少钱 我估计得两杯 另外两杯 那个小酒杯两杯 这是安全的量 安全的量 安全的量 好 那最后再来看一看 这个刚刚过完 炎炎夏日 大家比较喜欢喝的 这个啤酒 啤酒 看啤酒的量 应该随便喝吧 有限量吗 啤酒有限量 好 350毫升 小心 350毫升 连一瓶都不大 就是比这个小一点 对 好 这一瓶 这一瓶是500 这真的是500毫升的吗 所以我们还是要 控制一下 那陈老师 这个350毫升的啤酒 是我们可以天天喝 还是 顿顿喝 您说的一个星期就一周两次 一周两次 都是一周两次 太熟了吧 这有没有对于不同年龄层的人 比方说五六十岁的中老年朋友 和这种 是吧 二十岁的血气方刚的小火 是吧 是不太一样的标准吗 那如果是年纪大的人呢 那肯定推荐是尽量还要着减 更少 因为年纪大的 它的代谢水平是下降的 好 您跟我们再划重点 分别是红酒 白酒和啤酒 好 每周两次 每次的安全量 对 分别是 这个是就是每周两次 每次的安全量分别是 比如说我要是这次喝啤酒 350毫升啤酒 红酒的话呢 150毫升 这是一份 然后如果是白酒的话呢 35毫升 当然不是三种酒 加起来 是个的 是单独的 就是我每次喝这一种酒 这样子喝 一个星期可以喝两次 这是一个安全的量 好的 那这个安全量 希望大家做好笔记了 中国的酒文化 确实是渊远流长 所以我们平常也很 也经常会说 要戒烟 但更多说的是 限酒 是吧 当然酒量每天一定要控制好 尤其是按照刚才 主任所说的这几点 一定要做好充分的笔记了 亲爱的朋友们 本节目由早晚两包紧不康 轻松治疗紧致病的 健康颗粒特别播出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中 还可以关注 饮食养生会的 官方微博 微信 抖音 知乎 更多养生干货 等着你哟 我记得很多朋友 他这个在喝完酒之后 他觉得为了自己 能够再多装一点 多喝一点 就习惯性地 到中途会出去吐一把 甚至是催吐 您觉得这样是不是 会让我们的酒量 更大一些呢 这个催吐呢 这个其实是不太可取的 因为有时候剧烈的呕吐 会引起这个食道下端 以及喷门周围的 这种粘膜撕裂 甚至可以出血 特别是那些 有这种早期干硬化的 这种人 他本来就有下端的 这种食管 胃底静脉的曲张 这个时候一出血 那就是大出血 所以这种人是不适合的 但是在酒场上 为了显得我的酒量 是谦卑不醉 来 干 干 但是其实我的酒量 已经不行了 为了逞面子 泡墙 所以到中途 真的有人会去催吐 催吐了之后 他会回来说 我比之前还能喝 越来越清醒 对 如果这样相比的话 我是吐了再来喝 还是一直喝 这样相比哪一个 稍微好一点 肯定吐了再来喝 那肯定是你 卸掉了一部分包袱 对吧 那肯定是要稍微好点 但这个方法 还是不值得 就是刚才您说到的 会伤到什么食管 伤到胃 肝 对 明白了 所以说平常其实 如果真喝点红酒 因为之前在跟您 聊天的时候 您提到过 其实偶尔喝点红酒 似乎还可以软化血管 有点养生的作用 对 那么在喝红酒上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喝红酒的话 我觉得就是喝酒之前 我们可以有时候 吃一点这种像馒头啊 包括喝点牛奶啊 这种碳水化分物 或者是蛋白质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形成一个复合物 在我们的胃壁上面 形成一种保护膜 对 这样可以延缓酒精的吸收 同时呢 可以避免这个我们的胃粘膜 受到刺激 是吧 所以它这个是 就喝酒之前的一个功课 相当于是一个功课 然后喝酒的过程中间呢 就是第一你可以这个 吃一点像什么豆腐啊 青菜这一辈的 或者像豆腐里面 还有卵凝脂 卵凝脂它是有 对方作用的 对的 你可以吃点这个 再就是呢 喝酒的时候 咱们可以喝点水 喝点饮料 它可以起到 稀释咱们酒精的作用 它有稀释的作用 在稀释的情况下呢 也可以延缓它的吸收 好的 所以说在喝酒之前 喝上一点牛奶 其实能够形成一层保护膜 对 当然可能生活当中 大家会有一些自己的偏方 去来想一想如何能够解酒 我们也把胆虾平常觉得 能解酒的一些食物啊 组成一个图谱 来看一看 喝这些真的能够解酒吗 这里有六款饮食啊 胖胖 你看 有茶 汽水 橙汁 蜂蜜水 粥和咖啡 你会首选哪个呢 对于我这样一个吃货来说 我肯定是选吃的 所以我会选择一碗粥 因为你喝了酒 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的胃会是空空的啊 全是酒精 还在翻江倒海 多难受呀 来碗热腾腾的粥 保护了我的胃 然后呢 让这个酒精 可以稀释一下 所以我选粥 我觉得我应该选蜂蜜水吧 蜂蜜水 对 因为这个在喝酒之前 或者喝酒之后 你这个时候我感觉到 可能比较晕 来点点甜味的东西 并且又是蜂蜜 它又能够润肠道 似乎能够促进 酒精的稀释和排泄 所以我的理解可能是蜂蜜水 是我们说的是对的吗 陈教授 粥是这样的 它是碳水化合物 但是它口感非常的好 而且在这个 最就是宿醉的第二天 味是空的 然后它会对暖胃 第二个补充这个碳水化合物 补充能量 所以它是可以的 蜂蜜水呢 蜂蜜水它是 其实主要的还是这种糖分 糖分 糖分加水 当然也有些微量元素啊这些 我听明白了 没有粥好 对 它是补充能量 补充水分 那您推荐到底是啥呢 我比较推荐像橙汁这样的 橙汁啊 当然最好的是鲜榨的果汁 鲜榨的果汁 它第一含有维生素C 大量的维生素C 第二含有糖分 第三它含有很多的水分 对 所以又能补充水分 补充能量 还能补充维生素C 维生素C是可以加速 我们这个酒精的一个代谢 这是您给的一个正解 您选的是橙汁为C 但其实很多人都会选择 比如说我如果不选蜂蜜水的话 我可能会选咖啡 我会选茶 你会选茶 对吧 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会选择 汽水 特别是冰镇的 对 各有各的脸 这难道不好吗 这三一啊 您给我们评价一下 茶里面因为它含有茶碱 那么这个茶碱的话呢 它能解释心跳 反而让你这个心脏不适 而且它会 可是有一句老话说的是 浓茶解酒啊 对 我看到父辈啊 爷爷奶奶他们喝多了 都泡浓浓的一杯茶 来上一口啊 甚至提前在酒局旁边先背上一杯茶 喝到一杯茶 一杯热茶 我不知道他们喝什么茶 是绿茶还是红茶 还是这些 因为茶 它那个茶碱的 除了一个是加快心跳 而且还可以这个力量 所以它这个总体的来讲 力量不好吗 就是让那个酒精快点代谢出去啊 是好 但是它可以加速这个 加重肾脏的负担 加重了肾脏的负担 所以这个就是说 茶解酒是不太可取的 不太可取 好 再说汽水 你看还是个冰镇汽水 很爽口 这个时候喝下去很舒服 觉得胃力很舒服 但是这种 一个是二氧化碳太多 它会形成这个 在对胃里面会形成刺激 所以这个冰汽水也不太好 再就是那个咖啡 咖啡说实话 我觉得很多人很喜欢 因为就算 就算可能外国人不太喝白酒 但他们这个咖啡经常是拌着的 不然怎么会有 美酒加咖啡这些喝呢 对吧 所以那这个咖啡 其实我觉得就是也可以提神啊 也可以让它迅速地恢复过来 咖啡里面主要也是有咖啡因 咖啡因有兴奋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 对 它让你在酒后的那个 就是说睡眠会特别地不好 会影响睡眠 影响睡眠 当然有的人他说我睡觉前就要喝一杯咖啡 我就喝了咖啡我才能睡觉 有这样的人他对咖啡不敏感 那是另外那是另外回事了 明白了 我还其实有一个问题啊 我就想因为我是重庆人 就不是武汉本地人 所以每到春节啊中秋啊这样的时候 就会选择回到自己的家里 那回到家里你难免的就会有你的师生聚会 你的同学聚会 大家可能都是从外地回来 这个时候高兴嘛 大家都会选择喝点酒 我记得前两年有一年春节 印象特别深刻 另外一个女孩子 我们的小师妹就喝多了 她好像干了几大杯白酒 喝了之后呢就突然感觉人事不行 然后我们马上就打了120 就送去急救 我就想问一下 如果老师他一个喝酒喝多了之后 没有及时的救治 或者是你们医院处理的话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会死人的 它是什么样一个原理呢 它是相当于酒精中毒啊 急性的酒精中毒这叫 就会死人的 所以一定要马上抢救 当作铜啊就是要赶紧用上去 她喝酒有一个细节 速度太快 哦 速度问题 对 喝酒的速度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肝脏的解酒 它是有一个这个时间的 对 你不是说光灯一下子全进去 但是你如果分期分批的进去 它能够慢慢地完成这个工作 你就不会醉 所以喝酒的时候要控制速度 一般来讲 我们的肝脏每小时的解酒速度 10克酒精 哦 比如说我要喝30克的这个 对 30克酒精是250毫升的 就是15%的这种红酒 哦 250毫升 你如果说是一个小时之内 光灯进去 和三个小时之内灯进去 效果是不一样的 哦 所以你平常看啊 在这个酒桌上 嵌酒的人 对 经常很快容易挂 那种慢慢地在那里 背进酒呢 哎 他好好 慢慢慢慢地喝 三个小时 最后发现 哎 稳稳当当地 稳如泰山 他就知道了这个原理 是吧 当然不是提倡大家多喝酒 但是呢 不能谦卑不醉 是吧 尽量地呢 少喝酒 错误的 要陷酒 所以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呢 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酒量 好的 再次感谢陈主任今天来到影视养生会做的重要客服 谢谢您 很感谢 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胖胖一块进入到今天的金龙鱼一比一比一健康厨房 看看有啥好吃的 每位也有讲究 可口都健康 大家好 欢迎来到影视养生会金龙鱼一比一比一健康厨房 我是胖胖 大家好 我是贤贤 贤贤啊 其实咱们中国人对于节日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 各种时令啊 各种节气啊 我们都要祝点性 哎 比如说我今儿过节了 必不可少的是啥 喝酒酒局 在你那一说就是酒局 你说的有文化一点 咱们是礼仪之棒 喝酒讲的是助兴 哎 但是有时候呢 这酒喝多了呀 伤胃伤肝 难受 特别是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哎呦 那个悔啊 那个头疼啊 这说的是您自己昨天吧 不要揭穿我啊 那我就是昨天喝了点酒不舒服了 今儿你给我做一个什么 让我这胃舒服一点 酸酸甜甜的 我也舒服一点 再就是你得有主食 哎 对 我们准备了一个面片 我们今天做一个番茄面片汤 啊 番茄面片汤 哎呀 还是比较贴心的啊 是吧 又暖胃又酸甜 对 好 来我们边说边操作好不好 我们先起锅烧油 好 现在锅中加入金龙鱼 一比一比一 黄金比例调和油 其实这道菜的食材也很简单 就番茄面片 番茄酱 还有我们的蒜片 哎 油稍微热一点的时候 放入 蒜瓣 哎 好 我们锅很热的时候 下入番茄 把它炒出汁 番茄呢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经常使用 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清热解毒 我们把汤做得粘稠一点点 好不好 那这个时候就要用到我们的 番茄酱 好 自己口味好 还可以让汤就像你刚刚说的 变得更粘稠 更加的粘稠 这边呢 我们同时做了一壶热水 好 稍微翻炒一下 炒出香味之后 倒水 对 水的多少取决于你面片的多少 我们面片挺多的 那咱们多倒一点吧 好 我们要拿出一个木铲 为什么不用筷子呢 就怕把这个面皮划破了 开水的时候 你就赶紧下进去 然后赶紧划一下 让面皮不要粘起来 好嘞 好 在它煮的时候 我们再调个味儿 掉一点盐和生抽就可以了 放一点点生抽 提鲜味 颜色呢 也会更加的重一点点 喝了酒呢 不妨来一个这样的茄汁面片汤 帮助您保护一下您的胃 恢复一下您的活力 是的 好 我们现在直接出锅 最后撒上一点点葱花 好油出好菜 金龙鱼1比1比1 黄金比例调和油 连续畅销29年 希望您在家里也能跟我们一样 用心做每一道吃食 希望您吃得开心 身体又健康 我们今天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再次感谢陈教授 今天作证影响声会 谢谢你 谢谢 好的朋友们 明天同一期间 咱们不见不散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